我剛才講過了 我總是心存感激 我相信選民做這樣一個決定 它是一個綜合性的因素 我想我們會虛心的 剛才講過了 最主要是一個我身受栽培的 這樣一個政治人物 我心懷感激 我不會去質疑選民做這樣一個決定 這是一個民主的機制 民主的機制 我做一個政治人物 總要全權復應 我很感謝好不好 謝謝大家 你好 2012年立委選舉黃一嬌敗選 當時交手的對象就是林佳龍 他就快想離開 曾被稱作政壇帥哥的黃一嬌 已經沒有打算重返政治權 這陳思源徐一嶺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孔子不是講一句話嗎 君子不棄嘛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受商圈這麼照顧國家 受商圈這麼照顧 стран 是國家這麼多 和藉民涵的國家 要向藉民嘗試 請翻手 要向藝術 要向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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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藝術 要向藝術 要向藍術 要向藍術 台中 台中 加油 台中 加油 台湾 加油 台湾 加油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